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类C制影片的第三部 故事发生在墨西哥的克雷塔克地区 一位来自美国的阿尔法特战队正在直升机上 为抓捕贩卖生化武器的阿里亚斯做着准备 队长克里斯正在向队员们部署接下的任务 期间大家从情报部门得知 防生化武器联盟BSAA也会前来协助 很快大家就降落到了目的地 克里斯命令小队分头行动 在这个阴森诡异的古堡中 队员们开始十分谨慎地搜寻着 一组队员们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当他们来到目标房间 打开床上的被子查看时 竟然发现了一个正在被遥控的玩具车 正当几人感到困惑时 躲在角落中的丧尸突然出现 三个队员就这样惨遭不测 听到队员们的呼救 克里斯立即和另一组队员们赶来支援 正当他们走进房间时 藏在床下的丧尸们突然出击 就这样一个队员被活生生拖到了床下 而另一个队员也被身后的丧尸袭击 克里斯只好扔出一颗手雷 随后跑出了这个房间 此时那个被攻击的队员已经被感染 正当他准备攻击克里斯时 无奈的克里斯只好开枪射击 看着当初的小队如今只剩自己一人 克里斯明白自己已经中了敌人的陷阱 于是他在丧尸大军的包围中跳窗逃生 正当他准备联系总部时 一个神秘男子突然出现 而这个男子正是被通缉的阿里亚斯 随后两人二话不说就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虽然是特战部队出身 但克里斯并不是阿里亚斯的对手 很快便被他打倒在地 看着克里斯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这时他的助手玛利亚和一个巨大的巨拳丧尸出现了 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支可以听从命令的丧尸部队 阿里亚斯决定派丧尸部队来解决克里斯 克里斯对这次的任务失败十分不甘心 就当克里斯即将变成丧尸的晚餐时 BSAA组织的救援直升机突然出现 随后在一阵猛烈的扫射中克里斯顺利的幸活下来 随后镜头一转 原来阿里亚斯曾经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在他和妻子举行婚礼的那天 亲朋好友们也都纷纷起来祝福 这时一架无人机突然在婚礼现场的上空投下了一枚炸弹 因为阿里亚斯涉嫌和恐怖组织进行交易 所以这也让他成为了众矢之地 在巨大的爆炸中 婚礼现场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很多人在这里不幸遇难 其中也包含阿里亚斯的妻子 看着妻子只剩下一只残臂 痛苦的阿里亚斯决定势必要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 位于墨西哥的一个研究所中 之前加入过特种队的瑞贝卡 现在成了这里的一位实验教授 因为T病毒的离奇扩散 瑞贝卡正在努力地和同事们一起研制解药 就在解药已经出现显著疗效时 研究所突然出现了不速之客 阿里亚斯的助手玛利亚偷偷潜入到这里 并在研究所的中央空调中释放了T病毒 随后准备离开的她 还顺手炸毁了研制解药的实验室 随着空调系统的流动 T病毒很快就在研究所的空气中扩散开来 这里的工作人员们 因吸入病毒纷纷倒地 瑞贝卡也难以逃脱劫难 眼看着自己即将变成丧尸 瑞贝卡通过自己顽强的意志 走到了一间实验室中 并给自己注射了意志T病毒的解药 这只解药果然疗效显著 当好转的瑞贝卡准备离开这里时 已经变成丧尸的同事们突然包围了她 就在危机时刻 曾经的战友克里斯赶来进行了支援 在特种队的火力压制下 瑞贝卡幸运地被救了出来 回到酒店休息的瑞贝卡 得知现在全球各地都面临着生化危机 这时克里斯进入了房间 两人随即对眼前的困境进行了商议 虽然研究所被敌人炸毁 但瑞贝卡在最后一刻成功复制了解药的资料 通过对病毒的对比 瑞贝卡推测阿里亚斯很可能加入了恐怖组织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调查事情真相 瑞贝卡和克里斯以及特种小队 正乘直升机向一个克罗拉多山下的酒店飞去 准备去找正在那里休整的里昂 了解更多关于阿里亚斯的情况 作为身经多次生化战争的不死斗士里昂 此时却表现出一副狼狈的神态 这让来访的两人十分不解 原来里昂之前带领小队去华盛顿执行任务 结果却因为队伍出现叛徒导致任务失败 最后造成了惨烈的伤亡 经过这次的挫折 里昂变得一蹶不振 正在三人交谈的过程中 远在千里之外的阿里亚斯 正在通过秘密摄像头监视着克里斯等人的一举一动 随后去洗手间的瑞贝卡 也被潜伏在这里的玛丽亚基云带走 发现瑞贝卡消失的两人立即提高了警惕 这时之前背叛过里昂的队员突然出现 还祈求着救救自己的家人 原来这个队员其实是被恐怖组织一直胁迫的 这也让里昂瞬间恍然大悟 这时酒店门外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时那个剧拳丧尸也出现了 只见他手持重型加特林 向酒店内部一阵疯狂扫射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里昂等人只好选择躲避 就这样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下 瑞贝卡被玛丽亚等人抓走了 而那个叛徒士兵也不幸中担 奄奄一息的他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里昂 并希望里昂能够原谅自己 救出被恐怖组织监视的家人们 感到愤恨的里昂决定再次出山 和克里斯一起对抗恐怖组织以及阿里亚斯 随后两人回到了基地 并在内部手机的储存卡中 获取了阿里亚斯的下一步行动 原来阿里亚斯准备将T病毒投放在纽约 看着T病毒即将被放置 里昂和克里斯准备竭尽全力阻止危机的爆发 与此同时 被囚禁的瑞贝卡从昏迷中醒来 他现在自己正在一个虚拟环境中 而阿里亚斯正在他旁边 原来阿里亚斯早就监视着瑞贝卡 并已经获取了解药的数据 因太过想念丧妻 阿里亚斯还想和酷似妻子的瑞贝卡举行婚礼 随后他还取出妻子的戒指 准备给瑞贝卡戴上 面对这种近乎变态的行为 瑞贝卡随即进行了反抗 但愤怒的阿里亚斯随即打倒了瑞贝卡 另一边正在实验室中准备行动的玛利亚 突然对着旁边的巨拳丧尸叫起了父亲 原来巨拳丧尸生前是阿里亚斯的好友 同样在那场空袭中丧命 为了挽救好友的生命 阿里亚斯用T病毒将好友改造成了这个大怪物 而为了给父亲报仇的玛利亚 最后也决定加入阿里亚斯一起报复社会 就这样阿里亚斯的袭击计划很快就上演了 在纽约的街头上 一辆辆重型卡车缓缓驶过 随后在市中心开始喷洒带有T病毒的气体 在这些病毒的袭击下 纽约市瞬间变得一阵骚乱 无数被感染的市民开始进行破坏 得知病毒扩散的消息 阿尔法小队立即前往展开行动 到达了市区附近 众人开始商议作战计划 里亚和克里斯决定一马当先 两人随即驾车冲进市区 并销毁了一辆正在释放气体的卡车 这时突然出现了几只生化犬 导致一名队员当场丧命 看着生化犬们十分凶猛 里亚决定驾驶摩托车引走生化犬 而另一边克里斯命令队员们 牵制城中的丧尸们 自己则开车前往阿里亚斯的纽约基地 克里斯得知瑞贝卡 已经被敌人注射了T病毒 并在20分钟后发生变异 为了挽救好友以及保留解药的希望 克里斯独自闯入了基地 并在这里与丧尸大军展开了激烈的对峙 但丧尸的数量实在过于庞大 正当克里斯苦苦奋战时 里亚也终于赶了过来 在两人的精妙配合后 丧尸大军被成功击溃 并在这里见到了躺在实验室中的瑞贝卡 正当克里斯准备营救时 那个恐怖的巨拳丧尸再次出现 这个大家伙刀枪不入 两人随之被一顿痛扁 克里斯只好选择智取 在自己被击倒的那一刻 成功点燃了一枚燃烧弹 巨拳丧尸被熊熊火焰下停止了行动 随后两人便救出了瑞贝卡 乘坐电梯离开了这所基地 但这时阿里亚斯赶来阻止 克里斯立即冲上去与他战斗 两人在一阵机枪对射后 又开始了激烈的肉搏 就在阿里亚斯占据上风 进行最后一击时 克里斯一记过肩摔 将阿里亚斯扔下了楼底 躺在地上的阿里亚斯并没有放弃 还将巨拳丧尸召唤了过来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启动了最终程序 就这样巨拳丧尸瞬间吞噬了阿里亚斯 在两人的融合下 一个更加强大的巨拳丧尸出现了 而另一边即将感染的瑞贝卡 让克里斯丢下自己 克里斯鼓励瑞贝卡坚强起来 这时变成成功的巨拳丧尸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克里斯只好选择放手一搏 里亚这时也再次赶来支援 两人尽管对他一阵扫射 但强大的巨拳丧尸并没有大碍 为了挽救这场危机 克里斯只好选择先去实验室寻找解药 在一阵摸索后 他成功地发现了解药的位置 但此时的里亚已经被巨拳丧尸抓到 当巨拳掏出锋利的巨拳准备刺死他时 阿尔法小队的直升机突然出现 女队员随即瞄准位置 向巨拳丧尸发射一记威力强大的电磁炮 就当众人以为胜利时 巨拳丧尸再次起身 随后用巨拳击碎了直升机 就在队员们即将被巨拳击飞时 里亚决定放出绝招 他将摩托车加速到最大马力 随后利用惯性冲到巨拳身前 并用榴弹枪引爆了摩托车油箱 被巨大爆炸击中的巨拳人未放弃 他用双臂抓住直升机和大楼作为支撑 准备进行最后的反击 千军一发之际 克里斯发现了巨拳的要害位置 于是拿起榴弹枪瞄准 随后一枪入魂 被击中要害的巨拳丧尸瞬间爆炸 随着阿里亚斯的那枚结婚戒指掉落 也宣告了他复仇计划的负面 随后克里斯立即用解药挽救了瑞贝卡 并派直升机在纽约市中喷洒解药 很快市民们纷纷恢复了正常 这场生化危机就此落下了帷幕 三人也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直升机憧憬接下来的生活 而另一边 马力亚突然出现在巨拳丧尸的尸骨旁 感到愤恨的他 随即露出了那双恐怖的红筒 这似乎预示着这场危机可能并未结束 这部生化危机复仇 在制作上较前两部有了很大的提升 热血的打斗场面和刺激的恐怖情节 的确值得我们一看 虽然在剧情上仍有不足 但我相信制作团队一定能够创作出 更好的同类C制作品 有时候仇恨也许会蒙蔽我们的内心 但我们不要因此堕落 因为生活是美好的 和平与安宁更是来之不易 好了今天的电影说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哦